提邦公王子惊喜回国 代替泰王出席宗教公务 被僧王赞不绝口 西拉米母子的遭遇令人同情 提邦公虽然含着金汤石出声 却要面对母子分离的惨剧 根源还是出在马哈国王身上 风流倜傥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导致泰国王室多次陷入舆论漩涡 提邦公的孝顺有目共睹 多次冒着风险出手 只为将西拉米营救出来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西拉米终于逃离了寺庙 被泰王安置在皇家别院中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母妃被安排妥当之后 提邦公继续飞往德国留学 然而心里的大石头并没有完全落地 只要苏提达一天还是王后 自己和母亲就不可能完全安全 因此能否夺敌成功成了问题的关键 泰国王室办公室发布公务照 18岁的提邦公惊喜回国 来到大皇宫玉佛寺出席公务 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拜见僧王 双方举行了会面 提邦公王子身穿灰色西装两相 一言一行都很有皇家风范 已经长成一位偏偏少年郎 难怪不少读者都感慨 岁月真的拥有惊人的力量 也给了西拉米母子无限的希望 此番提邦公王子回国 并非只是跟僧王参禅悟道这么简单 而是在为力储做最后的准备 看来马哈国王已经准备出手 将力储事宜提上日程 提邦公王子的好运气令人羡慕 导火索还是怕公主生病住院 被爆脑死亡 根本无法苏醒 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 玉坤家族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逐渐跟王室高层妥协 这已经是快要半年这一家三口的头一次同框 提邦公王子已经是190的大小伙子了 他身高远远超过了父亲马哈 魁梧高大 再有几天提邦公王子就年满18岁了 不知道在他的生日之际 父亲马哈会不会送给他一份大礼 那就是举行立储仪式 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想想也是悲哀 王室这日子人越过越少 曾记否这纪念活动有着两位公主也陪伴在两侧 现如今帕查拉公主昏迷不醒 斯瑞凡公主不知道为何没有闲身 只剩下小王子提邦公回来撑场面 一家三口看起来并不开心 一路也没有什么互动 提邦公王子一改昨天与僧王侃侃而谈的模样 铁青着脸 这位小王子并不会掩饰内心真实想法 他和苏提达王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 实际上他早就对这个后妈看不顺眼了 提邦公王子已经长大 心智渐渐成熟 对事对物有了自己的判断 尤其是母亲西拉米被放出来后 她知道了很多真相 让她无法接受 当年苏提达王后就是利用她缺乏母爱 而对她嘘含温暖 让她感觉到了温暖 进而接纳了她 这也是苏提达王后成功上位的原因之一 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没有看到斯里凡公主 作为王室最近风投最近的公主 没有出席 实属意外 难道她参加施妮娜贵妃母校颁奖礼 真的触怒了王后 估计不是 她能去也是马哈手艺之下去的 现在王室人手不足 她可能有着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斯里凡公主被称为好命公主 因为她命格好 又护家保国的命格 所以一直以来得到父亲马哈偏爱 如今姐姐突然病到 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简陋王 似乎印证了她的好命 但是庶出还是私生的身份 多少上不了台面 让她成为摄政王的道路 也异常艰难 她只有继续努力了 4月5日 提邦公王子还突然空降到了僧王的寺院 来听着老人家的教诲 叶峰国是宗教国家 僧王的尊贵身份甚至超越了王室 僧王的加持和肯定 对提邦公王子未来立处 也是好处多多的 马哈国王虽然很花心 但是对待国家大事从来不含糊 而是以最佳的状态面对一切 既然帕公主已经难以苏醒 还不如孤注一掷支持提邦公 早日册封储君 也有利于稳定局势 提邦公王子还有另外一个大靠山 就是得到了施力级太后的支持 从小在奶奶膝盖上长大 提邦公备受王室高层喜爱 甚至连出生证明都被妥善保存 小王子血统纯正 跟马哈国王仿佛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言谈举止也极其相似 难怪太王宁愿把四个优秀的儿子流放 也要为提邦公王子保驾护航 血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得不感慨 提邦公王子长大了 变得越来越有领导力 跟僧王会面的时候 提邦公战如中 坐如松 不光被僧王赞不绝口 也得到了民众的医治好评 对于很多皇室粉丝来讲 是看着提邦公王子长大的 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 当年希拉米王妃诞下龙子 直接得到了王楚飞的宝座 可见王室有多重视提邦公 如今小王子长成翩翩少年郎 身上的憨厚气质全无 反倒有种英雄出少年的感觉 眼看着提邦公王子长大成人 希拉米王妃的心里也很开心 自己吃虎受累不重要 关键想为儿子谋一个好的前程 提邦公王子的表现可圈可点 这次宗教公务的活动照曝光后 引发了民众广泛的讨论 俗话说 民政才能言顺 就算苏提达西夏有孩子 也无法跟提邦公王子竞争 希拉米虽然出生卑微 但是一招生下贵子后 注定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希望上天眷顾这对可怜的母子 提邦公早日回到妈妈的怀抱当中 早在今年1月4日 泰国王子提邦公走出了 朱拉龙宫国王纪念医院 刚刚他探望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姐 现年44岁的帕查拉吉利亚帕公主 这是提邦公从德国返回泰国后 第二次探望姐姐了 姐弟情深可见一半 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 或者是代表他的父王 或者是即将返回德国 临行前跟姐姐见一面 虽然提邦公是泰国王子 但他从出生到现在 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德国度过 在那里生活上学 俨然是半个欧洲人了 在帕公主昏迷并转到 朱拉龙宫国王纪念医院之后 泰王拉玛十世和王后苏提达 曾前去探望过一次 随后就宣布双双染疫 不得不休息 但当两个人扬康之后 参加了多个活动 却也没有再次前往医院 再加上泰国王室方面 已经半个多月 没有发布帕公主的最新动态了 这难免不引发猜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帕公主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甚至连醒来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只是靠着机器维持生命体征而已 不过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 也许泰王会在稍晚的时候 前去探望女儿 而提邦公这次回到泰国后 频繁地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也是引发了他即将成为王储的猜测 不只是两次探望姐姐 提邦公回国后还参加了至少两次的公益活动 可见王室方面有意让他多多出来走动 以便赢得更多的好感 而比起小时候那种憨憨的样子 现在的提邦公看着灵气了很多 壮硕的身形看着也是挺健康的 似乎在异国他乡被养育得很好 而至于他的亲生母亲希拉米是否也在德国 外界就很难知晓了 此前有说法称 被迫薛法出家的希拉米已经被赦免 虽说没有回到泰王身边 但很有可能会让他和儿子在一起的 还有一种说法称 泰王把自己的贵妃施妮娜送到了德国 让她负责帮忙照顾提邦公 当然无论哪种说法都无法得到准确的认证 毕竟泰国王室就是愿意保持神秘 而从民众对提邦公的态度可以看出 无论王室有着怎样的密闻和怎样不堪的事情 他们仍然受到敬仰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看到提邦公后 很是虔诚地跪拜着 而其他人则是拿着手机或是相机 就如同追星一般 提邦公上一次去看望姐姐的时候 有人更加虔诚 在提邦公的脚边来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理 对王子的爱戴在那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是在当今的时代中 这样的画面让人看着并不太舒服 马哈国王虽然风流倜傥 但是对子女却很爱护 可以称得上是好父亲 为了保证提邦公王子的人身安全 将儿子安置在德国 派出大量保镖随行 并且时常以度假的名义前去探望 可怜天下父母心 马哈国王为子女们操碎了心 这一刻也只是个普通的父亲 帕公主生病后 七十岁的泰王前去探望 一夜白头令人揪心不已 提邦公王子很争气 一回到泰国王室就开始马不停蹄出席公务 接替了帕公主的位置 马哈国王现在已经年老 需要子女们为自己排游解难 小王子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 提邦公从小就是闯儿 被普密彭国王寄予厚望 因此身份和地位很特殊 如果没有被母妃连累 提邦公早已是泰国王处 只可惜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青少年时期的提邦公装煞冲冷 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如今终于可以放手一搏 怕公主刚刚倒下 提邦公就迅速上位 就连学习障碍症也不知而遇 真是令人惊讶不已 由此可见 泰国后宫格局顺其万变 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苏提达千算万算 没有料到是今天这种结局 最终还是为希拉米母子做嫁衣 小时候的提邦公孤立无援 身边都是危险势力 因此只能装傻重愣 俗话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现在提邦公终于王者归来 聪明才智也逐渐展现出来 马哈瓦吉拉伦公一生风流倜傥 晚年却有此一劫 怕公主如果不幸离世 提邦公就是唯一的希望 好在小王子本人也很争气 回到国内接手了慈善公务 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比起不着边际的父亲 民众显然更加支持提邦公王子 一则认为他生事可怜 从小就跟母妃被迫分开 二则觉得小王子忠厚老实 只要稍加培养 必定能成为一代明君